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 如果有人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却自以为是了不起的 就是欺骗自己 个人应该审查自己所做的 这样他引以为荣的 就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的担子是要自己担当的 在圣道上受教的 应该和施教的人分享自己的一切美物 不要自欺 神是不可侵卖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 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 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 如果不松懈 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 所以我们一有机会 就应该对众人行善 对信徒更要这样 至于我 我绝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借着这十字架 在我来说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就世界来说 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受割礼或不受割礼 这算不得什么 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 所有照这准则而行的人 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 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 从今以后 谁也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老横 弟兄们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与你们同在 阿们 路加福音第十章一至二十节 这事以后 主又另外只派了七十二个人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 在他前面 到他自己将要到的各城各地去 耶稣对他们说 庄稼多 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 派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 我差你们去 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不要带钱袋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 不要在路上问候人 无论进哪一家 先说 愿平安归于这家 那里若有配得平安的人 你们的平安就必临到他 不然就归给你们 你们要住在那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做工的 理当得工资 不必从这家搬到那家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们 摆上什么就吃什么 要医治城中的病人 对他们宣讲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就出来到街上说 连你们城里 那连在我脚上的城土 我也要当着你们擦去 虽然这样 你们应该知道 神的国临近了 我告诉你们 当那日 所多玛所受的 比那城所受的还轻呢 哥拉逊啊 你有祸了 博塞大啊 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那里 行过的神迹 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门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在审判的时候 推罗和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所受的还轻呢 还有你 加百农啊 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 你必降到阴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 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 那七十二个人 欢欢喜喜地回来说 主啊 因你的名 连鬼也服了我们 耶稣说 我看见撒旦 像闪电一样 从天坠落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去践踏蛇和蝎子 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 绝对没有什么 能伤害你们了 然而不要因为 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需要因为你们的名字 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弟兄什么平安 今天的经课 这四段的经文 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今天的四段经文 告诉我们的 延续上个礼拜 讲言所说的 要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门徒 上个礼拜 讲言告诉我们 做主的门徒 要付上代价的 做主的门徒 不是等着人家 拿轿子抬你进天堂的 做主的门徒 我们需要与主在地上 做主差遣 我们在世上所要做的 做主的门徒 需要付上代价 但做主的门徒 有价值 做主的门徒 有价值 这是上个礼拜 讲言告诉我们的 并且做主的门徒 需要什么 马上 不要等 那延续这样的一个 思想主题 我们进入今天的 这四段的经文 路加福音十章 一到二十节 就告诉我们 这些事情以后呢 主就只派了七十二个人 拆遣他们两个两个 出去到各地各城 宣扬主的道 那耶稣说 庄家多 工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 庄家的主 派工人出去收割庄家 你们去吧 我拆遣你们 你们会辛苦的 你们要付太价的 为什么 因为你去传扬福音 如同羊羔 进入了狼群当中 所以做主门徒 被拆派到各城 各乡的时候 他是要付代价的 因为他所面对的 就好像羊 进入狼群当中 而且要付什么代价呢 不要拿前狼 不要戴口袋 就是你的衣服 不要装东西 没有口袋 不要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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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鞋 对 你发音 对 我发音一向不准 你们都知道 而且不要在路上问候人 打听 到底前面是什么 这些都是代价跟辛苦 然后呢 你去到人的家 你要说 愿你平安 但它是有价值的 做主门徒 带给人平安 做主的门徒 到了你的家 你要借贷他 吃 住 做主门徒 不论进入哪一城 哪一家 当借贷你的时候 就摆什么 给他们吃 并且宣讲 上帝的国境了 那宣告上帝的国境了之后呢 到了第十七节 你们注意看 看经文 第一节他说 上帝拆派了这七十二个人 到了 十七节他说 那七十二人就怎样 欢欢喜喜地回来说 奉主名连鬼都服了 但耶稣说 你们不要因为鬼被服而欢喜 你们要因你的名字 在天上有名 而欢喜 这是做主门徒的价值 因为你的名字在天上 弟兄姊妹 所以你要马上地做主门徒 这样的一个布局 这样的一个论述 看到今天的经课 十章 路加福音 一到二十节告诉我们的 延续上个礼拜 做主门徒 所要进行的 是有价值的 是有要付代价的 是要马上的 今天的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 主差派了七十二个人出去 到了十七节 七十二个人回来 这样的一个文学技巧 我们叫做什么 还记得吗 开始七十二 结束七十二 中间论述了一段 上帝的国境了 这样的一个文学结构 我们叫做三明治的结构 记得吗 还有印象吗 你们还在吗 我在这讲才讲很久了 这样的一个结构布局 Sandwich Structure 他要讲的那个重点是什么 神的国境了 对吗 因为中间出现的是神的国 前面是七十二 后面是七十二 中间的那一段 这是当时写作的一个技巧 就好像现在我们写作也有技巧 很多现代的技巧 当时人写作也有他们的技巧 这样的技巧叫三明治 那他的两片面包 是七十二个人要被拆牌 人要奉主的名被拆牌出去 奉主名被拆牌的时候 就不要有 带多的钱囊 不要带鞋子 口袋 不要装东西 在路上不要问人 然后主就在那里说 我拆牌谁 现在要去的地方这么多 但呢 没有工人 就好像我们正道堂 要找一个传道人 找来找去 找不到 有人要举手做传道人吗 请现在举手 我们正道堂马上 拆开他去读神学 有没有 有这样的人吗 有没有 我在这里多几年就退休了 我先预告 很快的 我没有骗大家 你看我还很年轻吗 虽然长得是 但其实我告诉大家 很快时间就过去了 正道堂又没有牧师了 我们还要不要再等十年 弟兄姊妹 过去的九年十年 我们是没有牧师的 还记得吗 还是这段历史 你们已经遗忘了 我们没有后期 没有人 怎么办 这里心急 要有传福音 收庄稼的人 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看来 是蛮困难的 但无论如何 神的国进了 他要告诉我们 做主的门徒 不容易的 我在世上 虽然短短的五十多年 你们年纪都比我大 很多 我在职场二十多年 我在做传道牧师 不到六年 不到七年 我有的比较 对不起 你们没有的比较 但是我告诉你 做主的仆人传道牧师 不容易的 要付很大的代价 你们知道吗 你不要说牧师 你不要说牧师 不容易的 不是的 告诉大家 我有的比较 它是很不一样的 你问我 世上打滚容易 还是教会 困饭吃容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在世上 打滚容易多了 假如你知道我的背景的话 更容易 主在这里就说 财派的工人真的很难找 求 庄稼的主 我们只能求庄稼的主 弟兄姊妹 派工人来到正道堂 做主的 仆人 就好像羊羔进入羊群 但是有一个好处 当时 你去到那个家里 那个家人要接待你 你知道吗 来讲什么 只会煮饭给你 你要吃什么 接待你住 当时的传统 今天我去你家 你会接待我吗 住啊 不是去你家探房 半小时走的那个 住在你家 你会接待我吗 很少现在的人 我在这里 说我们八十周年 我们十月份 有一批神学生 要来这里上课 请大家开放一个礼拜 接待这些神学生 尤其是住在我们周边的 开放 所以他们住在你家 八一到八五 上课可以下来 你会不会啊 我不敢开口 我只是这样讲 我不敢问你 假如你住这边 你会开放给他们 住一个礼拜吗 当时的人会有 他会住在那里 而且主人需要接待他 不认识的啊 敲门 我是奉祖明宣讲的 你就要来接待我 当时的人 可以啊 就接待了 但是在他们的 所谓的困难群体 找到他们的 所谓的 信徒生活的准则里面 接待的人 只接待三天 假如超过三天 这一个人 就是骗吃骗喝的 主人家可以把他赶走 这里没有讲啦 我告诉你啦 所以你去 在当时 住在你家 你要接待我啊 而且要客客气气 因为我是奉祖明 宣讲福音的 三天 三天后 我还不走啊 你就可以赶我走 睡饱 赐足喝足 你可以启程了 因为你还有很多地方 要去啊 各城各乡 你还要去啊 主派你去 收个庄稼 但沿途当中 弟兄姊妹 你们要接待 神的仆人 十七节说 七十二个人 就欢欢喜喜 因为他们奉主的名 竟然可以 一病赶鬼心神祭 他们就刚去回来 报告耶稣 原来奉你的名 连鬼都怕 服了我们 但耶稣回答他们 是什么 你们不要因为 鬼服了你而高兴 你们要因为 你的名字在天上 而高兴 这是有价值的 这是三名字的 两个饼 或者两个面包 中间的那个 那个块线 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 在第九节说 第八节开始说 无论你们进哪一个城 人若借待你 白什么 吃什么 然后呢 要医治 城中的病人 对他们宣讲 原来奉主的名 七十二个出去 出去 回来很高兴 是因为他们奉主的名 宣告说 神的国进了 神的国进了 是这三名字里面的重点 什么是神的国进了 神的国是什么 弟兄姊妹 神的国是什么 神的国 是不是天国 天国是不是神的国 还是天国是天国 以后我们死了 我们去天国 还是神的国就是天国 天国就是神的国 还是两者都没相干 等到死了才去神的国 还是现在我们已经在天国 还是现在我们在神的国 到底我们是什么 是神的国 什么是天国 看你们大家眼睛大大力 傻傻看着我 应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 当然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简单的说 神的国 广义的说 就是天国 天国就是神的国 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 悔改 为什么要悔改呢 因为有审判 所以在后面的12节说 当日索多玛 受的审判 不比这尘还轻 当日哥拉孙 你有祸 波赛大 你有祸 因为你们所受的 推罗西敦 早已蒙灰 所以你们要悔改 所以神的国 跟悔改 就细细相关 做主的门徒 要进入神的国 要悔改 这是经文 路加福音 10章 1节 到20节的 重点 神的国 进了 那神的国是什么 神的国 就是神 掌权的地方 天国 神掌权 天堂 神掌权 神的国 神掌权的地方 什么是神的国 就是有神掌权 的地方 那为什么 耶稣在这里说 神的国 进了呢 是不是末日 进了 是不是 末日到来 审判 进了 为什么他说 神的国 进了 在这里 不是指向 末日要到的 进了 他要讲的是 耶稣说 他要什么 受死了 他要遇害了 他要埋葬 他要复活 他要升天 再来 就是末日 当他说 神国进来 当道成了肉身 神的国就进了 当耶稣基督 得胜死亡 神的国更进了 因为 在旧约 跟新约 当中 基督来了 基督 道成了肉身 等一下我们看 其他的三卷的经文 就更加明白 他的神 国 进了 是因为 耶稣基督 要死了 他要面对死亡 而且得胜死亡 因为神 掌权 连死亡 都得胜了 所以神国 进了 是上帝的 权柄 主权 胜过了死亡 神国进了 是因为 耶稣基督 复活了 神国进了 是因为 耶稣基督 升天了 这样的一个权柄 掌管了 天上跟地上 掌管了天国 掌管了 世界 宇宙 万物 连死都得胜 所以主的权柄 得胜了 所以神的国进了 指的是耶稣基督 死而复活 得胜了死亡 所以神国进了 耶稣基督 要再来 神国进了 末日将到了 神国进了 就因为 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道成了肉身 神国进了 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里就到处说 我们要悔改 因为当日的场景 会出现 所以12到第14节 第15节 就这么说 到了第16节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去解你们的 就是去解我 去解我的 就是去解那 猜我来的 所以神国进了 当你不悔改的时候 你就是去解 那猜来 耶稣基督 你去解上帝 猜派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拯救你跟我 所以神国进了 跟72个出去 宣告神国 是有关系的 神国进了 原来这代价是 我们付出的 神国进了 因为审判来临 神国进了 我们要宣扬 悔改的福音 神国进了 是要你跟我都被 拆遣出去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看 其他的三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更明白 原来 路加福音 跟今天的经课里面 所要保达的 是上帝的作为 权柄与能力 在神国进了的时候 已经得胜了 神的国有 主的主权统治 神的国因为由 主成为王 这神国里面的王 来带领跟主宰 神国进了 是因为我们都 归附在这 主的掌权之下 只有你在 主的掌权之下 你才能够认识你自己 以至于你能够 悔改 归向 神的国 所以以赛亚就说 我们一生就是要跟 神在一起 只有在神的国里面 以赛亚书今天的 六十六卷的经文 就告诉我们说 只有跟神在一起 我们心里才有喜乐 平安 跟得到安慰 诗篇又告诉我们说 只有上帝的作为 直到我们来到 祂施恩做全的 才会归荣耀给祂 加拉太书今天 再一次有保罗的话 也告诉我们 神的国 神掌权 在法律之下 跟随祂做祂的门徒的人 因着耶稣基督 道成了若生 因着救恩 为我们预备 使到神的国 在律法之下的统治 转为恩典之下的统治 以带领 在神的国里面 加拉太书说 我们要以圣道 就是道成肉身的圣道 主的话 跟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 施教人 分享自己一切的美物 以至于我们的肉体 跟灵魂要做出区别 以至于撒旦跟圣灵 要做出区别 神国尽了 以至于败坏跟永生 要做出区别 这是加拉太书 所说的 上帝的国 有永生 不是上帝的国 没有永生 是上帝的国 是得胜的 不是上帝的国 是败坏的 是上帝的国 是属灵的 不是上帝的国 是败坏的肉体的 这是加拉太书 所分别神的国 所以弟兄姊妹 这四段经文 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做主门徒 是因为我们在神的国里 我们做主的门徒 是因为 在神的国里 有神的大能 作为我们的统帅 在神的国里 有我们的神 带领我们 今天我们都在神的国里 因此耶稣基督 在路加福音的 最后一段 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 你在神的国里 领受了这权柄 主差派你出去 你得胜 一并能赶鬼 但在神的国里面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的名字 有没有记录在天上 今天你说 你信了耶稣 今天你说 你跟随耶稣 今天主耶稣 拆派你 宣扬福音 宣传着 会改的福音 告诉他们 上帝的国进了 你们当会改 归向耶稣 早期的 门徒们 领受了这样的使命 早期的门徒 七十二个被拆派出去 两个两个做伴出去 宣扬神的国进了 今天 真道堂的弟兄姊妹 好不好 我们两个两个出去 我们就有很多人了 去宣扬 上帝的国进了 只是我们都没有 你自己一个也没有在家里 怎样见证 耶稣说 神的国 你自己一个在办公室里面 你也没有 把上帝的国分享 给其他的人 你自己在家里 也不跟你的儿子 你的媳妇 你的家公家婆 宣告 神国进了 你也不愿意讲 你也不愿意分享 为什么 只有你知道 但做主的门徒 要付上代价 做主的门徒 因着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要把 我们的家人 亲戚朋友 带来神的国 你们愿意吗 你们愿意吗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今天经课讲的 你们不愿意 也不用紧 耶稣提醒你们 你的名字 有没有在天上 为主付上代价吗 这是我们正道堂 需要明白的 拆派是属于神的工作 庄家熟了 我们当求庄家的主 我们需要工人 你不想正道堂 被上帝复兴吗 你不想正道堂 坐满人吗 你不想正道堂 有接班人吗 还是你们想 让谢牧师 坐到老扣扣 站在这里 我不要啊 你们都懂 但我们要来到 上帝的面前思想 神国进了 我们要有被拆派的人 神国进了 我们要当宣讲 上帝神国的福音 劝勉人 慧改归向主 来到神的国里 我们要欢欢喜喜的 向主来报告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 领受神的差遣 我们也为我们正道堂 八十周年来祷告 在八十周年自己 求上帝 差派 祂的工人 不只是正道堂 后继有人 我们更愿意自己摆上 为主使用 在我们的家里 宣告神的国 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我们的朋友当中 在我们时间里面 腾出来 宣告神的国 进了 你们当 悔改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佛我们 谢谢你的恩典 今天主日的信息 求主你 提醒我们 来到主你的身 坐前的时候 求主 拆派你的工人 宣扬主你的福音 神国 尽了 因此我愿意 正道的弟兄姊妹 来到你面前 一样 领受 你的话语 领受 你的拆派 做主你的门徒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这时候我们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